今天晚上不想煮飯 在這附近真的想不到他吃什麼 我就來到這裡 HR7和WUBA 應該住多倫多 想想想得很辛苦 終於想到這間頂太風 身邊有很多朋友都說 這間頂太風現在全掉了 反而士加坡那間好吃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來過 真的有三四年沒有去過頂太風吃 所以我今天要回來 先測試一下 在我發進去之前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看完影片之後 為了讚好 記得按鈴鐺 才知道我的新片出 今天天氣很好 但萬里無雲 你看上面多漂亮 你看天氣 如果多倫多1年315天 這樣就發財了 你看多漂亮 好 頂太風 我先進去 那我就坐下了 在我後面 大家看到 都是一言以往 在後面插小籠包 以前 疫症好像有 四五個師傅 那時候我還沒拍片 你說三四年前 不停在那裡插小籠包 有密冊這裡 都是Full House 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在吃東西 所以 以前 餅飯的風景沒有那麼多 這裡主要是 華人 現在很多 改變了消費者的種族 其實上海野 小籠包 每個人都適合吃 這張 都是那張紙 那張點心紙 好像點心紙一樣 小籠包 十個半 我上次來七八八 我們想要多久之前 紅色牛肉麵 當年想很好吃 因為他用金錢錢 我記得 丁太楓 這樣 有圖文並沒有 因為有英文有相 看圖就可以食字 酸辣湯 酸辣湯 很小的八個二十五 但是我們兩人 真的吃不到那麼多 紅色牛肉麵 試試 因為紅燒牛肉不是做得好吃的 凍豆漿現在去到三個半一杯 物價是高漲 小籠包 牛肉大餅 牛肉卷餅 叫梅菜燒肉菜飯 即是梅菜扣肉飯 梅菜扣肉菜飯 再叫紅燒牛肉 因為菜飯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家吃 剛剛就來了 餐碼寫著梅菜燒肉 就是這樣的 然後 有球菜飯 有碗粟米蛋花湯 這個混合是給外籍人士的 粟米蛋花湯 這隻蛋就是滷蛋 我當作滷水蛋 其實就是梅菜扣肉 這一球菜飯 小籠包給大家看看 燒煙 兩碟薑絲 一人一碟 兩個人給你兩碟 薑絲也切得很幼 燒牛肉麵 剛剛來了 像是之前那款 也是有一些酸菜的芽 在表面 它還是用金錢來剪 牛肉 大腸的來了 醋 有沒有黏底 沒有 放在這裏 我經常覺得 放在醋裡面 可以令它降溫 因為我通常喜歡整粒 放在口裡 這樣可以冷卻一下 這是我自己的吃法 我不喜歡絕醬 我喜歡整粒 放在口裡 是這樣的 我現在還沒漏汁 它的皮是不同了 它的皮是很薄的 而且皮是很實的 它沒有那麼煙韌 先吃菜飯 也有很多菜 先吃菜飯 吃菜飯 正常 大便淡味 非常肥豬肉 我很久沒吃 大家不要那麼驚訝 我很久沒吃過這些 我想我上一次吃應該是 兩個月前 筋才可以練 這樣撥下去 先吃一看 它又不是很鹹 梅菜比較少 不是很多梅菜 可以吃雞蛋 它又不好鹹 而且它的蛋白 不是說浸到很久 很老 有些蛋白是滲的 它的蛋白都不是滲 粟米蛋白湯 好奇怪 我想它這裡是 一罐粟米湯 混了兩罐水 然後再加馬蹄粉 多了一罐 紅色牛肉麵 拌一下 我剛剛拌勻的酸菜 湯很燙 它的湯底不是很濃 麵好像也… 很香 它麵是煙韌的 金錢剪 中間有些筋位的金錢剪 炆得很入味 很入味 紅色牛肉麵也沒有碟 我覺得還不錯 很香 它們的味道 一定不是中伏 還有它是有一點辣的 我試試看牛肉的餅 它一定有四塊 有牛肉麵 還有甜醬 一向都是這些 每次都是這些 只不過你看它的餅 有沒有過割 煎得很燙 其實它的餅 一塊圓形 甜醬、蔥、滷水牛肉麵 而且不香 你其實知不知道 這間頂泰豐不是台灣那間 這裡有了很多年 不過這間頂泰豐已經開了很多年 然後它早兩年 三年 就在斯加坡開多一個地點 都是叫頂泰豐 那版權的東西我認識條鐵嗎 那時候 你說頂泰豐是第一代 是多人多有得吃上海 不好吃的地方 所以那些人都不會理 但是這幾年 很多群組都開始說 你這間又不是正版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我想我是好吃就可以了 他不好吃到肚痛就可以了 在我認識之前 我拍攝後面 那個叔叔在包小籠包 那現在師傅呢 就是這裡在包小籠包 自己一個包 那裏就在煎牛肉夾餅那些 師傅就拍完了 在葉姓之前很多人 裡面有五六個人 在那裏上包小籠包 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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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來的比賽 玩扭計式的 不停扭扭扭扭 那現在呢 剛才我來八點 都是只有一個師傅後包 那時候我記得 一個人在那裏 把粉糰出來 一粒一粒一粒 拌平它 都是一個人做 幾條人包我負責 其餘的四五條 應該是不停地包 不停地包 一層一層的龍 不停地搭搭搭搭搭 很多的龍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 想說些甚麼 希望大家留言 給我一個like 大家記住 分享 訂閱 留言 讚好 記得按鈴鐺 因為你按鈴鐺 才會身邊出 吃些甚麼 煮些甚麼 介紹些甚麼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Facebook的群組 多倫多美食生活谷 Youtube其實很多東西 我都沒有放上去 譬如有很多相片 我是不會經常放到Youtube的 多倫多美食生活谷 這個Facebook群組 今天就會看到很多東西 好了 那今天就講到這裏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